ателей 其實酒店是這個島上 先在聖蒲鋼酒店接待署登記 拿上船票 差不多上船時可以去碼頭 大約五分鐘就會見到酒店 島上有六個天然溫泉傳垣 當中最有名就是這個絕境露天風女 浸泡溫泉 浸泡溫泉 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天然洞穴 水位比較高 身形矮小的朋友記得要小心 如果大家上一邊浸泡溫泉 一邊拍照 就可能要考慮太切風呂 雖然景觀不太開揚 但也不錯 大家看到這個顏色是否覺得有點怪 但其實它是流浪泉 要付錢才可以進來浸泡 浸泡溫泉 這個就是中資道的新館 最近就翻新了 裡面還有一個露天風呂 到底是怎樣的呢 房一面的露天風呂 都是天然泉水 還可以一邊望海 一邊浸溫泉 這件用機是酒店特意設計的 女士們出去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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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下面房型的都不需要擔心 別館保留了一個日式設計的房間 但就是沒有露天風呂 酒店有大量公共休氣的空間 有提供免費的飲品和食物 晚上還有煤酒吧 免費之餘還有三款選擇 入住溫泉酒店 就不需要餵兩餐廢神 這裡的一泊兩食豐富到客人一驚 如果想看著海景 記得事先向餐廳要求 早餐其中一道菜就是烤魚缸 這些魚缸都在附近魚缸做 溫泉酒店的一泊兩食 都會用當地的食材做 好像這個牛奶和這個蜂蜜 都是附近的牧場封場提供 吃完早餐又未夠時間 有什麼好做呢 酒店分館五樓還有一條散步景 大家走上去就會有個展望台 可以看到外面的海景 走上來這裡 除了可以看到身後的海景之外 還有這個竹艙 我們到晚了 到晚了 到晚了 見不到